直接把我的銀行戶口 即是外爾蘭當地的銀行戶口 SMS給了我 即是說開戶已經成功了 開始講講為什麼我拍這條影片 看回這幾次的影片的觀看紀錄 慢慢發現原來我們赤漢沒朗是沒有太多人看的 最終原來發現 講這些生活、細節的東西 資料性、資訊性的東西 快點多一點看 所以今天繼續講講資訊性的東西 既然大家似乎喜歡看這件事 來到這裡 開頭要準備的東西 賓國來附居住屋 教育 今次想要花費的東西 很多人就算是在英國那邊 移民的都會想 我想開一個offshore account 另外戶口在當地 說我一落地有得用的 我當日準備過來的時候 八、九個月已經正在準備 問有沒有辦法在這邊開到一個銀行戶口 而我不能在愛爾蘭出現 即是說 你我 我個人在香港 在愛爾蘭開銀行戶口 怎麼搞呢 這件事情 做這件事情 真的沒有錯 先說一下 因為 其實我來到這裡 我之前已經搶了一些歐羅的現金 但是呢 絕大部分 絕大部分 都沒有用到的 現金真的花了 到現在兩個幾三個月 都是用得可能兩百歐羅 都不夠 那 那 簽卡的數字 就肯定大很多很多的了 因為 這裡簽卡實在很方便的 任何地方都簽到卡的 就算你去超級市場 買一兩歐的東西 他都會給你簽卡的 而且 這裡的散銀行戶口 真的好散的 炸到給你 所以 沒什麼必要呢 我都不用現金了 都一定是簽卡的了 而且簽卡一樣好 我簽完卡 回去看Stayment 我看一條數字 我大概知道自己洗到的東西 簽到我邊 我什麼時候用現金呢 通常有一兩次 就真的乘搭的士 即時截車 那些沒什麼簽卡 就要付錢了 那所以呢 其實 初來報道的那一刻 如果你沒有代表卡 真的好不方便 簡單來說就是 你 又去香港 準備定 開定個愛爾蘭戶口 那你就方便很多了 那但問題是你 英國多人 去英國你說開什麼 offshore帳 你上網周圍都找到的 來愛爾蘭怎麼搞呢 那真的有點麻煩的 我坦白說 我來之前 大概九個月 我已經開始準備 找到 有沒有辦法 在香港開到 愛爾蘭戶口 哇 那首先 看一看 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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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 顯示了 愛爾蘭 銀行 有哪幾間 你一粒粒下去 其實一粒的名字 如果你真的長期住在香港 最大部分 你真的沒見過 最主要 第一件事 我那天看 就是 香港有沒有分行 這個表裡 香港有沒有分行 會容易教 嗯 Bank of America 美國銀行 Barclays 英超 看多了 英國就有 香港好像沒有 Citybank 數下去沒有了 一路數下去 什麼 全部都不懂 麥格里 麥格里 我只知道 用來買股票 糟了 下面沒有了 怎麼辦呢 首先問了 香港 這兩間銀行 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 以及 Citybank 香港的 他們有沒有辦法 可以在香港 開到外爾蘭戶口 他們就說 沒有 沒有做這件事的 他們都是說 做就做英國 不做外爾蘭 而且呢 額都幾大 即是有個 minimum saving amount request 在那裡 那這件事呢 看來提醒了我 好不好試一下 如果真的外爾蘭開不了 不如去英國先開了 開了先 開了先 再調回來用 畢竟都要調走那些錢 怎知只有一個想法 其實你再看一看 這一集 外爾蘭銀行 在英國也有分行 多不多 就算在英國開了 又不是英外兩邊 也有分行 其實都幾難搞 有的 巴克里 巴克萊 那 都 算了 與其巴克萊 不如放棄吧 算了 都已經跌了心水 過來再開了 這樣 放棄之際 都有繼續去 逐間這個 list 真的逐間 list 去找 這個 list 逐間銀行去找 有沒有一些 可以開 offshore的東西 那其實 但是 這十幾間 都沒有一間 展示出來 說他們可以開 offshore的帳 不是公司的 公司我只是沒有問到 有一天 就很心機 逐間銀行 就發電郵過去 問 我的個案 人在香港 可不可以開你們任何一款 個人的愛爾蘭戶口 又幸好 都等了一段時間 終於有一間 回覆了我 不開名字 先轉個頭 他就 電郵回覆我 問了我幾個基本的問題 之後 他就會再有follow up 會通知我 包括 要再給他什麼資料 還有那封電郵 會有一條 link 他說了會 要我up load 一些資料上去 好吧 可以猜測 哪一間呢 BOI Bank of Ireland 愛爾蘭銀行 藍色那間 Logo 藍色 其實主要 我們看一看 現在 愛爾蘭最大的兩間銀行 一間就是 Bank of Ireland BOI 另一間 就叫 AIB Aligned Irish Bank 聯合愛爾蘭銀行 終於被我上網找到一個名字 他現在用的是 紫色Logo 不心想 都幾好 兩大銀行 其中一間覆我 有得開 那 很棒 那 他同一日 即是我收到 他的電郵 回覆我之後 同一日 又有另一個電郵 就是他所說的follow up 電郵 封電郵裡面 就要我提供一些簡單的個人 譬如姓名 主旨 出生日期 那些 然後裡面 就有條 link 就叫我up load 一些文件上去 讓他去verify 其中包括 我自己個人的身份證明 即是passport 現時 即是當時香港的住資證明 不單是兩張這樣的 document 還要是我拿著 這本passport 和拿著他的住資證明 連著自己的樣子 一張selfie 那我就很快就交了這些文件 交了這些文件之後 兩個星期就見不到反應 在猶豫之際 他又發封電郵過來 說 哎 你的文件還沒up load 麻煩你up load上來 然後 蛤 就馬上感覺到 見識到外國文化 整天漏漏漏漏漏的 根經系統 放上去 你都說收不到 那我再吃 就去扔我過去 終於這次 收到了 不夠幾天 就馬上有個專員打電話 來直接跟我聊天 聊了半個小時 聊什麼呢 問回我的資料上面的東西 application file 填了些什麼什麼 你住了 譬如我有住資 住了多久 層樓是自治還是租 如果是自治的話 有買多久 租了多久 住了多久 家裡有沒有其他的工作 家裡有很多子女 查家宅 其實都很認 問你 人工收入 之前那裡工作 上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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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似乎他比較著緊 你的資金來源 即是說你的 錢其實的來源 是什麼 譬如會不會是支付 人工 投資 還有工作經歷 譬如你在哪裡上班 等等 我這個case 有點特別 他評論完之後 就說 你的case 我想我們會再 可能要求你們 再補交資料 我們會再有連結給你的 很快就會收到 結果真的沒多久 你就收到連結 要我再補交資料 這次交完 那些資料之後 大概三個星期之後 OK啦 直接地 我電話收到 SMS 是這家銀行 BOI 直接 將 我的銀行戶口 即是外爾蘭當地的銀行戶口 SMS 給了我 即是說 開戶已經成功 OK 先說一件事 我開了一件事 叫做 Personal Current Account 是Current Account 那這個Current Account 其實會跟上一張 Depit Card 聽清楚是 Depit Card 不是Credit Card Depit Card 就是你裏面有儲蓄 儲蓄你才可以 錄一張 簡單來說 這就是ATM 那我收到 那個SMS 那個 銀行戶口號碼 再過多幾天 直接收到 Depit Card 又再過多幾天 收到一個Depit Card 密碼來的 這個密碼很過癮 4個字 我們香港用開 平時都是6個字 那我就拿出這個 4個字的密碼 下去 香港任何一間 有Visa Logo的櫃園機 都可以 Activate這張新的Depit Card Activate成功 回家 再開啟 再開啟 那個 Online Banking 這個要另外再做 它另外再提醒你 又要收回 那個 Activation Code 才可以做到 但都很快 Anyway 由我開始 第一封E-mail 它回覆給我 說他們有 Offshore Account 可以開 直到我開 Online Banking 前前後後 兩個半月 這個純粹是我的 兩個半月 開心心 後代帳交換 再轉一點錢 試試TT過來 可以嗎 試試TT過來 又行不行 又看那張信證卡 我轉了錢 看不見我轉了錢 工資 就已經完成了 咦 爽了 這樣就好像解決那件事了 之後呢 就把這件事 去到某些社交媒體 說 喂 可以的 我能開到帳交換 因為之前 有這麼少人 香港人准备过去或者已经过去了都说 没办法开到日兰卡 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空路的 当我说回我的经历说 我找到了 做了 有了卡 有了特别卡 个个很开心 好像我有点感觉那一天 好像做了狗世主那一款 Anyway啦 后来才发现 原来我这个案件 搞两个几月都挺久的 有些人最快都 两个礼拜由头到尾 他们两个礼拜就是 由开波 传个电邮过去 复回你 给你一条链链 上传资料 没再补交资料了 那就已经立刻 给了个币号码 飞了把特别卡过来 两个礼拜很快 希望这件事 真的帮助 准备过去那一批 过去那一批 不用搞了 不用想多了 你直接在那边 你有住址证明 就是人在 外尔兰那些 直接上网 按按按就OK的了 人都可以严肆出现的 准备过去那批 用这个方法 记住吧 BOI Bed of Ireland 另一间似乎是没有的 后来我手痕 其实上回BOI的网站 找是有没有那些 关于开offshore的资料 是否我之前走流眼完全不知道 或者其他人都走两眼收收物 真的没有的 其实整个网站 我都找不到一些 类似的叫做offshore 或者open account overseas 类似的字眼 离我户口 这样的 没有的 很难怪 为什么当初我又找不到 原来这么多人都找不到 他真的没有做这件事 没有摆出来的 这么说 而居民呢 在我发声之后 都好像说 都很多人 经这个途径 在BOI 开到户口 就是上当年蠢了 为什么我不跟BOI合作呢 我帮他们开 那我帮我拉了很多香港人进来 是 算了不要紧 帮到就可以了 这么多人过去都说 哎 方便很多 当然方便吧 就算我现在过来 跟香港人一起吃饭 每个人都是拿着同一张卡出来 挺有自豪感的 那一刻我心想 不是我 连卡都没得开的 好了 说完废话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开户口这件事 应该真的帮到很多人的 如果你真的要过来外尔兰 我英国那些不说了 英国那边实了太多人看了 下一集 下一集说什么呢 未定的 照这种走势 我未必会说 一些饮饭吃吃 吃喝玩乐的 都应该是说一些 关于外尔兰生活 或者出来报道 要留意的东西 我似乎对这个题 我开始有点兴趣 OK 三个题 第一可能会说 爱尔兰的历史 为什么想说历史呢 因为原来很多人都不知道 英国和爱尔兰之间 都有一些 都挺深的牙齿印 尤其是上一代 我开始慢慢跟上一代 聊天聊天 发现他们对英国那种印象 真的不是跟香港人 对英国那种印象 完全是一样的 第二个 初来报道应该都要 找时间学买车 或者买车 另外还有一个选择 可能叫租车 时租那些 我都试过很多次了 可以也介绍一下 我想会不会是第二个题目 第三个题目呢 然后才可以做其他政府的东西 比如申请一些利益 或者要申请车牌 很重要的一件事 申请车牌是要有PPS number 我可能在这三个题目里 选择其中一个 下一集组的 有兴趣 想知道哪样东西 留言 告诉我 OK 下集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